这天下午 一艘名为胜利号的苏联客轮正在黑海上航行 船上的乘客们难言喜悦之情纷纷开始收拾行李 因为再过一天 他们就要结束一个月的海上航行 到达终点站 苏联港口城市奥德萨 然而此时兴奋的乘客并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一步朝他们逼近 火苗蹭的一下子上 我们一边含着火 一边向走完的另一头靠去 弟弟拼命地用手夹着玻璃 他大胜地向圆城 说拿把斧子来 我拉着他调出库房 他一把套了过来 政府都就劈了下去 大火突然包围了整个轮船 船上的乘客开始自处逃在 头等舱的一个中国人 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爸爸飞快地跳下了床 拿起了随身的一只小箱子 就冲出了房间 像过道 大火一疯狂地迅速开始吞噬胜利好运船 尽管这名中国人极力地想要跑到甲板上 但还是被大火和农烟包围 倒在了过道上不幸遇难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北王冯玉祥